幸运女神啊 你终于出现了 你终于让你的智慧 在我老婆身上灵光乍现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我还担心你会把这上好的机会 给推掉 你干嘛呀 你吓死我了 什么好机会 竞赛组的联谊活动啊 让李飞凡 代表我们韦云去参加 这对韦云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机会 非常好的宣传机会 你怎么知道 竞赛组的老师今天来韦云啊 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我呀 当然了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冲着新月来的 可结果 那天新月太紧张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女儿的英文水平 分数 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你说好就好 那不用考试了 不用竞争了 每个家长都说 我自己的孩子有多好多好 连学校现在都不讲考试 不公布成绩 只公布等级了 分数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不能一两次的失误就 行了啊 别以为在韦云管几天就可以教训我 我告诉你 现在李飞凡就是我们韦云的福星人 必须留住她 好好利用 把她培养成我们韦云的形象代言人 同时 对新月也是一个竞争 督促她能够更加好好学习 你说这个李飞凡的父母啊 祖上是烧了什么高兴啊 生出这么聪明的孩子 你说我 日商那么高 我们家的问题 到底是出在谁的身上 太不公平了 新月怎么今天总是弹错呀 我去看看啊 一会儿我会把这儿收了 放心吧